双溪剧精英会多年来除了照顾故乡长者 也关心偏乡下一代的文化视野 为此提供10万元捐助 邀请9个儿童剧团来到乡下 为双溪的孩童们提供寓教娱乐的儿童剧 让他们认识这样的艺术表演形式 我们是一群来自于双溪本身出外打拼 然后呢这有一些经费要使用的话 我们就来致这个费用 这个节目呢跟这个演出呢 对我们的故乡 对我们小朋友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所以说呢因此呢就准备了这个节目 那我们这个偏乡的孩子 其实针对于我们戏剧的演出 或舞台剧的演出比较少接触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跟一般在课堂上上课的一个差异性 那让孩子能够多元学习 改编自安徒生童话丑小鸭的剧情 提及家庭成员相处 自我认同成长等议题 并透过故事改编与孩子们互动 思考出主动解决问题的快乐结局 在演员们夸张的演出中 孩子们笑声不断 更相当投入的希望用自己的方法 带领角色走出难关 我们全校包含幼儿园三个班 还有国小部七个普通班和一个特教班 都一起来观赏这出很好看的戏 那我们一共是160位小朋友 那这个要很感谢双溪区公所 从中间牵线 虽然有碰到疫情延后 可是最后还是促成了这样的演出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感谢我们双溪精英会 我们的何会长的赞助经费 让我们偏向的小朋友也能够看到这么杰出 然后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剧 然后现场小朋友大家反应都非常的好 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剧团能够多多到我们偏向地区来展演 搭配九个儿童剧团的演出 双溪区公所也制作了小鸭气球 让孩子们好喜欢 新北市医员李一起也前来有讲真达 大家快乐合照 纪念这样特别的演出时光 记者夏浩文双溪采访报导